我們現在簡單的介紹一下那個播放器的部分 那我們之前有介紹唱盤嘛 那它的 我們現在後面的機器啊 其實都是應該說是想要模仿它而設計的 那 像是有Pitch這種推桿 然後它的往上是減 往下是加 那這個也都是因為黑膠唱盤是那樣的設計 那它有一個圓圓的轉盤 因為黑膠唱盤有一個轉盤嘛 所以後來的機器就是想要跟它做很像 所以就做一個轉盤 那有些轉盤不會轉的 它就用N光去轉 那當然也有控制機的轉盤會轉的 那 我們就簡單介紹一下它上面的功能 嗯 這就是Play鍵 就是一般播放器Play鍵 那 像這首歌呢 不是說 其實它有一點時間差才 第一個Boom才會下去 那如果說 我希望 嗯 一按Play就有 鼓聲就下去了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Cue的功能 比如說 我現在 聽到Boom這個聲音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轉盤去 社群 搜尋到那個鼓聲最前端邊緣的地方 然後按下Cue點 那這樣子我們就會 Play鍵 它就會從那個新色的Cue點開始播放 這樣就比較沒有延遲的直接 播放下去 好 這就是Cue點的功能 那 這邊 你有看到Cue的時候 然後這邊有8顆 那這個是 怎麼講 就是 Hot Cue 其實它跟這個功能有點像 只是 嗯 它這個Cue呢 是不會停 像我這個按Cue它會停 停到那一點 然後 然後這邊的話是 按這個點 它就會跳到那個點去播放 那 這是我們剛剛 設計了不同的 8個的 的 Cue點 那 你可以說 用這個方式 比如說 嗯 我這個Cue 你想要換 另外一個Cue點去 去播放的話 你就按這一顆 然後你之後按Play 它就會從那邊開始播放 好 那 它有這樣的方式使用之外 它 另外的方式 它可以說 可能就是有點像 你自己去拼貼一樣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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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樣去玩它 那 這是 Hot Cue 那 這是 Auto Loop 我們先介紹Loop 那Loop呢 就是 我先設兩點 齁 起點 終點 齁 你看它 它會在這個起點和終點的去循環去播放 這樣子 再調出去 我再設一個 它就會在這個兩個點去播放 那 我們也可以去調整它Loop的長度 好 那 這個 Auto Loop呢 它就是自動幫你取的 智慧型的幫你取的 一拍 或是二分之一拍 或是四分之一拍 或是四分之一拍 就是長度的選擇 那另外一個功能呢 它變綠色是叫弱 弱的話就是 比如說我壓這邊 它會一直循環在這邊錄 可是事實上它音樂是繼續跑的齁 然後放掉它會自動會跳到那個原版該播放的音樂那個點 然後它就不會影響到歌曲的結構 然後它就不會影響到歌曲的結構 那Sample呢 嗯 Sample就是取樣嘛 那 它可以搭配你播放的音樂去玩它 那你也可以說是 變成說是 自己 加一個節奏 或是加一些喇叭聲 或是放呼聲之類的 像這樣的功能 那你可以玩 你也可以像是取樣機那樣玩 只是因為它只有六個 然後 就沒有那麼方便去玩 就是加減的去 增添音樂的一些特點這樣 那這Slicer是 它是把一段音樂齁 它切割成八塊 然後 就是 你只要按這一塊 它就會一直重複那一塊的聲音 然後你放掉它就會 會跳到那個 這個燈 跑到那個地方的點 放音樂 就是十大折的功能 好 那 這個呢 Pitch推桿呢 跟我們上次唱盤介紹嘛 它就是改變歌曲速度的 那唱盤的那個 Pitch範圍齁 大概就是比較 呃 固定 像TEN的唱盤大概就做百分之八 增淡 或是像5G的話 有增淡十六 那 像這種 呃 用控制器齁 軟體的 它就是Range會 就比較多 現在是百分之八 5G 7 好 百分之十六 好 控制的範圍就比較大 50 就更大 只不過 因為 比如說用50 並不是說用來飛拍用的 就是 因為 呃 如果說 這個 這麼長距離的飛的 這Pitch的 如果說 它可以調 這邊百分之五十 這邊百分之五十 那你只要動一點點 它的其實 它的歌曲速度就會變化很大 所以 你用百分之五十 是沒辦法對拍的 所以 通常對拍 你會用到 就是百分之八 來不及十六 那五十的話 通常在做一些特效使用 就做一些特效才會用 好 那這個 效果器部分 我們就是在另外介紹 那這個轉盤呢 就一樣可以跟 不要轉盤一樣 刷碟 那也可以加速 減速 是這樣子 好 今天這邊就去到這邊